本节式食操课 我们今天要讲解的内容是 中式烹调师 油导热烹调技法 生草类 生草芥菜的学习 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本节课的内容 我们今天的内容将从以下六个部分进行 首先第一部分呢 我们将学习今天的学习目标 了解我们今天要掌握的目标 第二部分呢 我们将学习今天的食训内容 生草芥菜 第三部分 我们将学习今天食训内容的具体操作步骤 而第四部分呢 我们将学习今天这道菜肴的技术关键点 以及第五部分 我们将学习成品特色 第六部分呢 我们将进行任务思考 举一反三 下面呢 我们将逐步进行 首先看到第一个 我们今天要掌握的目标呢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呢 我们要掌握 生草的概念 和具体的操作要求 什么是生草类 它具体要求有什么 这些我们都要掌握 第二呢 我们要掌握 生草类菜肴的技术关键 作业和实行 它都有关键点 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呢 要把握住 生草类菜肴的技术关键 在我们日后的运用上面呢 更加得心应手 我们进入第一个知识点 生草的概念和操作要求 那什么是生草呢 在北方很多地区 它把所有的烹调技法呢 都统称为草 那狭义上呢 草其实是一种 将原料加工成 丝 钉 片 快等小型的刀口原料 因为草是短时间加热成熟的 所以呢 我们要把原料加工成小型的刀口 如果是大型的呢 我们就可以采用焖 炖等等的方法 对它进行长时间的加热 以中油量或者小油量 旺火快速烹调成熟的方法 那这个呢 我们就称之为草 生草呢 我们又称为生边或者边草 是将加工好的小型刀口 鲜嫩生料呢 作为主料 同时呢 这个主料呢 不腌制 不上浆 不挂护 出锅的时候呢 它也不勾芡 用旺火 竖草的一种烹调方法 由于它不腌制 不上浆 不挂护 不勾芡 所以呢 这种方法呢 我们叫做生草 就直接草嘛 我们再往下看 生草呢 其实是应用非常广泛的碰调方法 那多数用于各种鲜嫩的动植物性原料 比如说有树的生草芥菜 有荤的生草柚丝 或者呢 荤树草的 比如说我们的幼片 草黄瓜等等 这些都是典型的生草类的菜肴 我们了解完它的概念之后呢 进入下一步 生草的操作要求的学习 我们看到生草类菜肴的操作要求 首先第一个要求 选用质地较嫩的朋友原料 原料呢 要加工成丝 片 条 钉 块等等等等的小型刀口 那刚才我们也说过了 为什么要加工成小型刀口呢 因为我们通常选用的是 质地较嫩的碰样原料 质地较嫩的原料呢 才适合用于炒 如果质地较老或者呢 不新鲜的原料呢 我们适合用于焖炖等等 长时间加热的方法 那我们这些小型刀口原料呢 便于它快速地进行烹炒 以突出它的口感和口味 第二个要求呢 我们锅要先热一下 然后用油滑一下 再将油倒出使锅润滑 那这个步骤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这个步骤呢 在行业里面又称之为热锅凉油 热锅凉油 这个作用呢 在于我们在热锅凉油之后呢 我们烹炒的时候 不容易糊底 不容易粘锅 同时呢 锅在高热的情况下呢 实现快速烹炒的目的 使我们的原料保持鲜嫩 同时单一的原料呢 可以一次下锅 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原料呢 我们可以根据原料的质地啊 口味等等的要求 分别的进行烹炙 再看到第三个要求 烹炙过程呢 翻角动作要迅速 那一般呢 我们以断升为度 迅速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火很大 我们的火很旺 那我们翻锅的动作 我们的手勺 我们的调味等等的各方面 都要求我们迅速 要达到相互配合的效果 否则呢 在这么强的火力之下 我们的原料会容易出现 江湖的状态 第四 出锅盛装要及时 菜熬的汤汁要少 我们制作生炒的菜肴呢 出锅时间一定要及时 避免在里面长时间加热 影响它的口感 因为我们多数是鲜嫩的原料 可能多加热 十秒钟二十秒钟 它的口味就会迅速地发生变化 同时呢我们炒制的菜肴 汤汁一定要少 突出炒的风味 我们再看到第二部分内容 时讯内容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知识点呢 是生炒的代表作品 比如说有广东的蒜蓉草通心菜啊 生炒芥菜啊 四川的有什么呢 有生炒前堆柚啊 或者说上海菜的生边草头啊 淮阳菜的草扇贝啊 等等这些都是 我们生炒类菜肴的著名品种 我们再看到下一个 今天我们要制作的 生炒菜肴的实例 生炒芥菜 我们选择原料方面呢 选择芥菜500克 那这种芥菜呢 我们以水冬芥菜为主 就是说 它的朵形很大 叶子很大的 菜梗呢 非常的厚实 适合我们用于烹炒 辅料方面 我们有猪油 猪肉50克 蒜15克 那这个猪肉呢 我们通常呢 会选择肥标肉 或者呢 五花肉为主 主要是用于增加 它的一个香味和风味 猪肉在煸炒之后呢 我们先捞出 然后呢 用里面的猪油进行炒制 这样可以突出 或者呢 这样可以增加我们菜肴的香气 蒜15克 调料方面呢 我们非常清淡 有盐 糖 味精 鸡粉和蚝油 我们再看到下面的内容 第三个操作步骤 首先呢 我们要做 第一个 借菜洗干净 斜刀切片备用 这个斜刀呢 指的是我们45度 把它的菜梗 斜刀切成片 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受热面积 使我们的菜肴呢 接触面更广 加热时间更短 更便于成熟嘛 梗叶呢 分开使用 我们叶子可以拿来另做其用 猪肉呢 切成片 蒜拍碎备用 第二步 我们要把锅洗干净 把我们的猪肉片呢 下去煸炒至干身 然后捞出 那有的地方呢 它会采用一个油炸的方法 就是说 把我们的猪肉片 炸至干身 然后捞出 它的油呢 就熬成猪油去食用 捞出以后呢 然后倒入蒜油 煸炒出香气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小火 把它慢慢的煸香 第三 我们把改好刀的芥菜梗呢 倒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水 就一点点水 如果我们干炒的话呢 在这么旺的火力之下 它很容易焦糊 所以呢 我们通常会加入适量的水 跟它一起翻炒 蒙火翻炒 把火力开大 那不要中小火去加热 我们一定要万火加热 中小火的话呢 可能会导致我们菜肴的色泽 发生变化 炒至八成熟 然后呢 我们捞起来 然后我们拉起火味 加入我们刚才煸香的猪肉 以及调入 盐 糖 味精 鸡粉 蚝油 炒到它刚刚熟呢 我们就开始上桌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非常的快 所以呢 要求我们翻锅的时候 或者我们调味的速度呢 一定要快 在出锅之前 开到火力 把我们菜的香味给炒出来 我们看到技术关键 第一 一般不腌制 不上浆 不挂护 同时呢 不挂钩 芡汁 就说没有说 倒淀粉水下去 勾芡 因为我们放入适量的水 在万火的作用下呢 它是可以 能够快速的蒸发 同时呢 可以使我们的菜肴 更加快捷的成熟的 因为水加热嘛 水倒热嘛 第二 原料的形状呢 刀口较小 便于入味 我们要改刀成 小型的刀口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钉 丝 条 片等等 第三 我们炒锅中的油呢 要少 在油的作用下 可以防止炒焦 又能获得 灼热的香气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求我们炒锅中的油 适量 一定要适量 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呢 我们炒出来的菜呢 就是油汪汪的 可能上碟呢 碟底部呢 会有一层油的积聚 第四 要求我们万火速成 集火快炒 炒制时间过长呢 原料也会因为失水而变得干香 它会影响口感 第五 加水应该在锅十分左右的情况下 加 避免了失去锅气 我们再看到第二个技术关键点 投料的方法 那我们呢 有几种投料方法 首先先放主料 油热了后呢 先放主料 不断地进行快速翻炒 然后呢 再放油配料 以及葱姜蒜等小料 就比如说我们的生草柚片 或者呢 荤树草的菜肴 第二 我们先编小料法 火力不大的时候呢 放主料之前 先用油 编香 蒜 葱 姜等等 那一般呢 我们会采用这种方法 把我们的料头呢 编炒出香气 第三种方法呢 将主料炒至半熟的时候 加入小料法 比如说我们荤树和炒 黄瓜炒柚片 因为黄瓜容易成熟 所以呢 我们一般会先炒柚片 把我们的主料炒至半熟 然后呢 加入我们的黄瓜 这样呢 可以达到同时成熟的一个状态 第四 同时煸炒 主料 配料 小料法 那就是将我们的主料 配料和小料 同时下锅去进行煸炒 然后呢 再加入调味料 去进行成熟 这些呢 都是我们常见的 投料方法 我们再看到今天的成品特色 我们今天这个生草芥菜呢 它的口感非常的爽脆 因为我们是旺火速成的 第二呢 香气十足 因为我们在里面加入了猪油和猪油干的存在 同时呢 也有蒜香味存在 所以它的香气呢 是非常的浓 第三 洁净干爽 我们没有放太多的有色调味品 可以放一点点的蚝油 但是呢 一定要保持它整个菜肴的一个干爽 就不要放太多的生抽或者老抽 这样的有色调味品下去 第六部分 我们进行任务思考 我们刚才呢 已经学习了生草芥菜的方法 那我们通过学习生草芥菜 去进行别的举一反三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 另外做一个生草类的菜肴 我们做一个分数搭配的 芥兰炒肉丝 首先主要有猪油150克 芥兰300克 调料方面呢 有油25克 酱油15克 料酒5克 胡椒粉1克 盐味精1克 葱姜呢2克 这些就是它的全部的原料 那芥兰呢 大家应该知道 它的皮是非常的厚的 我们在烹调之前 要么就选择鲜嫩的原料 就是比较嫩的芥兰 要么如果买到质地较老的话 我们就要把它的皮给骗掉 同时呢 芥兰容易发苦 所以我们在烹炒的时候 加入了适量的料酒 给它增香 我们再来看到具体的操作方法 首先第一步呢 将猪油切丝 葱 姜 切成末 洗干净的芥兰 嫩劲 和叶呢 切成4.5厘米长的段 把它改刀成段 不要太长 然后呢 我们在梗和叶改刀的时候呢 一般采用斜着切 斜刀法 像这样斜刀法斜着拉下去 这样呢就可以避免我们的梗和我们的叶成熟度不一 因为我们的梗呢 如果是不改刀不斜着去切的话呢 很容易我们的叶子熟了 我们的梗还没熟 那再看到第二个步骤 炒锅上火 加入花生油 至100度的时候呢 我们加入肉丝 快速的翻炒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肉丝炒出香气 然后等它发白的时候呢 投入我们的姜 葱 投入小料 在翻炒树下 随后呢 加入酱油 料酒 胡椒面 进行翻炒 这个时候呢 可以充分激发我们肉料的香气 也可以同时放到我们小料的香气 然后放入芥兰桶炒 最后调入盐 糖 味精 等等 搅拌 炒拌树下 就可以了 就是炒到它刚熟就好了 不要炒得太老 我们这道菜的特点呢 就是鲜嫩 纯香 清淡爽口 芥兰这个菜呢 如果你 刚刚炒熟的话呢 它是非常的爽口的 但是如果你加热时间过长 它也一样会变得非常的软烂 所以呢 我们在烹炒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度 切入把它炒过火了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学习了两个的生草类的菜肴 那相信大家也一定有所收获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进入食操的部分 带着理论部分的知识 我们进入到食操环节 今天我们制作的菜肴呢 是生草类的炒法 生草芥菜的学习 现在我们进入到 出加工环节 我们的借菜呢 去到投资后 把它写到切成片 我们的芥菜 在切的时候呢 要把头的硬根给切掉 如果我们刀法熟练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叠起来一起切 下面我们准备料头 蒜子三粒 把蒜子的头尾呢 切掉 因为蒜子的头尾呢 有硬块 会影响我们烹调的口感 把蒜用刀身拍碎 这样呢 方便我们在煸炒的时候 爆出香气 同时呢 我们今天生草类的菜肴呢 还要准备适量的五花肉 五花肉的作用呢 是煸炒出猪油 以及香气 这样我们旺火速成的菜肴里面呢 会非常的香 我们把肥猪肉呢 去皮 切成块 装起备用 下面呢 我们开始烹调操作 把锅烧热之后呢 下油滑锅 锅内留少许鱼油 先把我们的五花肉呢 煸炒出香气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采用小火的方式 慢慢将它煎香 利用我们的锅铲呢 将五花肉进行煸炒 至两面干生金黄 猪油呢 可以充分的激发 我们蔬菜的香味 炒至金黄之后呢 我们先把肥猪肉捞出 然后倒入蒜子进行煸炒 把蒜子呢 煸香 然后我们下入青菜 加入适量的水 蒙火进行翻炒 在炒的时候 加入水呢 可以避免我们青菜焦化 同时呢 通过油和水的导热功能 使我们青菜快速成熟 炒至八成熟的时候呢 我们加入刚才的肥猬 进行一起翻炒 现在我们来进行调味 手勺内调入少量的蚝油 盐 盐 鸡粉 以及味精 再倒入少许的淀粉水 搅拌均匀之后呢 倒入锅中 进行猛火快速翻炒 炒匀之后呢 马上出锅 我们蒙火翻炒 的生草 芥菜就完成了 下面呢 我们进入第二个食讯品种 芥兰炒肉丝 同样呢 这道菜也是生草类的菜肴 那我们先看到材料方面 材料方面呢 我们买了嫩芥兰 要注意我们买芥兰的时候呢 尽量挑选大小均匀一些 而且呢 比较嫩的 芥兰 这样呢 比较少扎 还有肉丝 我们尽量呢 购买里脊肉 或者呢 较嫩的部分 辅料有 葱 姜 调料方面呢 我们有 盐 味精 料酒 以及 生抽 料酒的作用呢 可以 在我们蒸草芥兰的时候 把芥兰的味道给辟除 同样呢 我们也可以加入少量的高度白酒 这样呢 我们在烹炒的时候 会增加我们 菜肴的香气 同样呢 在高温的作用下 不会有酒精的残留 我们现在把材料准备好了 下面呢 就准备进入 刀工环节 首先我们先准备料头 把原料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把葱头去掉 然后呢 切成葱花 就把材料准备进入 乘出备用 我们把姜去皮之后呢切成姜末 在切姜末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它一片片叠好 然后切成丝 再改刀成立 现在呢我们的料头就备好了 下面我们开始 改刀借栏 借栏呢我们斜刀改成 4厘米长的段 较老的叶子和头部呢我们就不用了 因为呢吃起来影响口感 我们在选购借栏的时候要注意选购比较嫩的借栏 下年 这下年 就知道这个阅谷 到底是不是 没记错 同时 有点 感谢观看 我们在当工的时候呢也可以把芥兰的皮给骗掉 这样呢吃起来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好 在很多厨房加工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把叶子都去掉 然后留下一个芯和它的梗 然后把梗的皮给去掉 现在我们已经改刀好了芥兰 接下来我们准备加工李吉佑 我们选择方正的李吉佑 这样我们片起来呢会更加的得心一手 在片的时候我们采用平刀法 注意我们片的时候呢刀身要直 不要有下压的动作 否则呢会导致我们的右片一边大一边小 是吗 现在我们要把那一个中国音乐用快的 会议FU 就是这句草� hur要替我 就是这样怎么办 肯定下团的 尴队去叫做 我们在对这个山导 对这个山导 那边我 在那边 我们把片好的柚片改刀切成4 我们炒的柚丝可以切的稍微粗一点 感谢 现在刀工已经处理完成了 下面我们进入烹调环节 把锅烧热 由于我们是生炒法 锅器要足 先把它万火烧热 然后划锅 这样炒出来青菜不会糊底 同时我们的肉丝也会更加的嫩滑 锅中放入肉 然后放入肉丝进行煸炒 把肉丝煸出香味 然后加入料头 以及盐 味精 和酱油 把它充分煸炒出香味 把它炒出来 加入芥兰 加入少许的水 进行猛火的翻炒 在翻炒的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猛火 使它达到一个快速成熟的效果 用包快速成熟到 用保持成熟的效果 噢 出发相转的效果 一000时间 转发相机 进行方向 进行加热 少许的活蹦 在并非 遇见 厚度 赌 迁 这个时候我们烹入料酒 以及调入我们的芡汁 大火把它炒香炒匀 然后呢蒙火出锅 我们商炒类的芡兰炒肉丝就制作完成了 我们今天进入第三个食训品种 生炒菜心的学习 今天的主料有菜心500克 入五花肉100克 蒜20克 调料方面有盐 糖 味精 鸡粉 生抽 以及少许的水淀粉 下面我们开始进入刀工环节 我们先处理料头部分 把蒜去除头部之后 拍碎 过去蒜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姜蒜拍扁方便我们在煸炒的时候更容易入味 接下来我们处理菜心 把将老的头去掉 把过长的叶子同样切去 把菜心修成10-12厘米长的段 然后斜切 一开为二 这样修整的方法呢 我们也叫菜园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处理料头 副料 然后把它切成片 5块又切的时候呢 尽量就切的薄一些 方便我们等会煸炒出味 下面我们进入烹调环节 热锅下油 先把五花肉煸炒出油 以及煸炒的干香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中小火加热 把它慢慢煸炒出香气 把多余的油分捞出 把多余的油分捞出 我们不需要这么多油 然后呢 把蒜子放下去一起煸炒 煸炒出香味 接着加入菜园 并且呢 加入适量的水 来蒙火 把它快速的烹调成熟 我们炒的时候呢 由于是开旺火 所以呢 我们在炒的时候 一定要 及时的加入适量的水 使它能够快速的成熟 这个时候呢 进行调味 快速翻炒出锅 大家也可以看到 由于我们是旺火烹调 我们的菜心呢 非常的翠绿 而且呢 香气十足 这样我们的生炒菜心就制作完成了 我说 看来 如果半个哀果 这样 我们就得了 太帿小果 打开 一下